据陆媒报道 10月25号18点30分左右 在河南开封市区 有神秘巨响传出 居民感到恐慌 纷纷在社交媒体发文 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针对此事 当晚8点左右 开封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公告 说开封市所谓的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没有接到安全事故报告 官方辟谣后 民众的忧虑并未消除 反而令各种猜测广泛流传 甚至有民众直指 官方公告是此地乌银300两 一定发生了什么 有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 疑似开封市化工厂发生了爆炸 但该视频并未提供爆炸的 具体时间和地点 真假与否有待核实 当天下午4点多钟 河南商丘也出现了神秘巨响 此外最近两天 在安徽复阳也同样出现了神秘巨响 从网友上传的视频来看 随着巨大的声响 门窗和地面 都跟着震动 不少居民还以为是发生了地震 还有视频显示 巨响发生后 街上又响起消防和救护车的警报声 除了河南和安徽之外 当天上午8点多钟 在山东围方 也发生了两声巨响 剧烈震动 使玻璃窗都跟着狂响 开封巨响登上热搜 但随后微博又禁止转发相关消息 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 有网友评论 开封巨响 能上热搜 却不能转发 微博这是要干啥 就 Frankly 感谢观看